大家好,我是Pastor,歡迎大家繼續看第二集的Dubstep Tutorial 我上次大概介紹了介面,如何組裝一個簡單的Kick & Snare 或是Drum Loop 然後介紹如何放EQ和Filter 今堂會介紹如何放音、FX和Tune 我用上課的東西 教大家之前,我也修改了上次寫過的東西 大家可以聽聽 我亦有新家的東西,例如FX 亦有人聲 大致上改了很多東西 對 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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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 1 2 2 1 如何加音效 以及用一些 我上次 也有傳給大家 或者是留了連結給大家 下載的一些音效 就算 有些人沒有下載 或者沒有看 我都可以講解一下 它本身有給什麼音效 可以試一下用的 如果是Dubstep 通常這個音效挺好用的 對 我選擇這個音效 大家可以試一下不同的音效 因為它Tune這些 會有些不同的效果 我覺得有些Tune了會好聽 例如這個 這個還沒Tune的時候 這個Tune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玩一下 我首先加一種聲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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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開始下DROP了 怎樣下DROP呢? 就可以將剛剛PATTERN1的所有東西放在這裡 通常大家聽到DROP會有什麼東西會出現呢? 例如類似這樣的東西 接著就可能是再密一點的KICK 或者LOCK SNARE 例如是這樣的東西 類似這樣的東西 通常呢 頭這個位置就會留給它 這留給它做什麼呢? 用來SOLO 來突顯這首歌 想帶出原先它的旋律 這樣突出給它 通常這裡下了之後 就會再加一個人聲 或者直接下DROP都不奇怪 或者加一個EFFECT 或者甚至 你覺得這裡想爬的東西 你可以照它做下股也沒問題 我上課也教過 人們很喜歡組織類似這樣的東西 類似這些PATTERN出來也不奇怪 也可以試試組織這些東西 這裡加也可以 然後再加一個人聲 例如PATTERN有現成的人聲 你和我 那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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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用這些DEMO 那是吧 不過我常常用這些 我常常會用PATTERN有的東西 對 TOOM 場度 PATTERN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TOOM這個場度 對 那可以再做 然後也再做 對 那也是 是 那當然 PATTERN要求 原延的原理 不是用來這樣做的 PATTERN要求 原先就是 要求高低音 那當然 你調低音 會影響他的場度 是 所以也能夠切 如果我調節了一點 就會不會太影響高低音 但是 如果調節到大 例如你想調節到那麼長 就會影響高低音 大致上先這樣吧 接著就開始組裝那個 1st drop 1st drop我會怎樣組裝呢? 通常玩dub step 很多人就會用這個東西 也覺得如果要做些 玩dub step 玩得好一點點 我就真心建議一定要買serum 就算你不要說dub step 你組很多不同的歌 我覺得serum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 所有玩音樂的人都一定會 用這個東西 也都可以 自己組裝聲 通常呢 玩dub step 我就會喜歡組裝 monster街角 沒所謂 其實你可以怎樣組裝都可以 而通常玩dub step 要低一點點 這個level 可以把這部位置調整 拿著 弦板 接著 推動 接著 這個 這個 雙方 然後我通常會放6 Plus 然後加一個EQ 這個EQ有什麼分別呢? 和你原先的Plugin說的EQ有什麼分別呢? Plugin的EQ的分別就是 它是純粹推你那條Track 不是你那條Track 你那種聲音的高中低 你看到它有七格 它就推高中低 另外分開七格這樣推 這個EQ要推什麼呢? 推你本身的Serum內切它的聲音 即是你那個 這個和這個 的聲音的EQ 它也只可以推頭和尾 它就推不到中間 如果推到中間就需要加上頭和尾 就在中間 大致上就是這樣 也可以調整它的速度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也組好了 就開始組裝一下音樂 對 好 很好 好 好 來 來 就要來 在下 這樣 就是 對 好 發 硬底先拆了出来 对啊,再次按这个东西 也会加上Kick和Snare 当然啦,我上次就给了一些SoundPad大家的东西 如果不想用Kick和Snare 也可以试试用这些SoundPad 例如LOOPS 我这首歌就有104速度 它也有设定是104速度 对啊,那底上就会这样 可能譬如这里再 当然啦,刚才也说过 这里是不够的 也可能再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 也就是这样 接著可以放回剛才的第一部分 連接第二部分 整首歌就會 就會大致上這樣 今集就教大家組了intro和first drop 下一課就會教大家組了solo second drop和ending 以上就先教大家 下一課再見 拜拜